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球顶在埃杜加西亚的手上了 这是贝里奇埋伏在这儿 赞尔吉尼奥助跑打门 骗过了魏敏哲把球打进 赞尔吉尼奥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第六个进球 上个月赞尔吉尼奥就入选了这个月中超联赛官方评选的最佳阵容 对了 打了一个中路 如果要不动的话就扑着了 对 但是一般其实嘛 点球就是个心理战 这个一般什么人都会提前做出判断 林创逸在找人 左中右三点都可以传 林创逸 犹豫了一会儿 给到右边南松 南松再传后点头球 哎呀 哎呦 哦 这个是说好机会 这个球把自己的整个身体都扔了出去 想要凌空的俯冲投球 但是落点没有判断好 再额外赠送一个月的钻石会员月卡 畅想巴黎奥运会全部赛事 CBA夏季联赛以及哥斯拉大战金刚2等全战影视综艺 球迷朋友们可以赶快点击下方的买一得二按钮来抢 说话之间戴北军又一脚射文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少场比赛能够磨合到位 嗯 先看这次分析 嗯 右边 再找队友 塞尔金要自己上门折射以后 还有骨射 哎呦 差一点 这球背向球门了 贝里奇再来 贝里奇过来 脚球 嗯 巴黎奥再冲 埃兔加西亚并不越位 埃兔加西亚面对苏祖的防守自己来 打不了门 也没有接应 接应到了 打了门 噢 好球 出出来再打 措施良机啊 这是戴卫俊 看看他这第二次征战中超的表现会怎么样 嗯 推到进去中路 推得不错 好球 球进了 第69分钟 第69分钟 刚刚上场的第二个两所助攻埃兔加西亚进球了 哎 仗在湖顶 看来被俄西奇挡住 自己跟上再打一脚 俄西奇投诉有手球 我们再看看 嗯 哎 这一下是不是 就是 嗯 再看曼多哥是不是有手球的显示 弹回来 这下弹回来 胳膊肘碰了一下 哎 对 胳膊肘好像碰了一下 哎呀 埃兔加西亚今天跟手球有不解之远呀 看起来迪亚哥的身体状态是不错的啊 通过这几次球的处理 感觉好像身体情况很好 这次刚上场的软扬 软扬了 传进来 头球 哦 漂亮 哦 后球啊 第二个两所 哦 感觉回到中超 出边线了 意思是 是吗 嗯 说这下越位了 越位了 确实越位了 嗯 嗯 这下突破和射门是很漂亮的 嗯 我感觉这个两所回到中超 哎 埃兔加西亚 蹭了个身后 司主在追 罗西西亚在追 埃兔加西亚 大门出进了 哦 埃兔加西亚 这次没问题了吧 嗯 应该是一个后蹭 应该是一个后蹭 真的 手末圆开球 啊 这后蹭的还是 低利一米提 哦 还是本自己的球员一个后蹭 哦 这一蹭正好蹭过了苏祖 埃兔加西亚非常的 就绝灵敏 是的 他好像已经提前预知了这个位置 有球有机会 对 上来以后苏祖和罗西奇两个人都不敢做动作了 而且 追不上他 对 而且这个气势到这儿了 是 脚球开起来 哦 远射球进了 哦 太漂亮了 这球 这球好像有连续的折射 但是折射以后球速还是很快 哦 这球 还会来看的 是的 我们看看慢动作 是不是 哦 好像是没有碰到 防守人 这球球压得非常漂亮 这球慢动作都还很快 是 看一下 没有停球 凌空直接起脚抽射 张语东 阮阳回给一张步兵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了 这场比赛 两队给人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 真的是把各自油箱里有多少油全都拿出来了 我可以说 你不想我 你不想你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不想我 我来说 你不想我 我来说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